請進來 博士, 我們老爺剛剛出去了 我請夫人下來 上去請夫人下來, 你說博士來了 好, 博士, 請坐 好 怎麼樣?快點吧, 你的帝家 對, 真的 今天贏到他笑了 就是你了 關我甚麼事? 你還上家 太太, 袁博士來了 不容易問 在下面等你 真的? 我不玩字了 明天最多輸給你們 那怎麼辦? 你不明白了, 我有人客來了 是呀, 你到底誰來了這麼重要 是呀 袁博士 現在還有一支 那我跟著下來了 那我去那邊 去那裡 睡著了 那我去那裡 那我去那裡 睡著了 夫人, 博士來了 博士來了 來, 夫人 這位就是博士了 對, 博士 我替你介紹張夫人、陳夫人、李夫人 幸會… 博士… 真不好意思, 第一次做不速之客 就撞正大阪, 弄散了你們的排局 不用叫排局才有 但是見博士機會難逢 真的, 文明就不如見面 是 阿偉夫人, 我們不打擾你這麼久了 我們走路, 好嗎? 好, 我也不留你們了 就有空再來打個牌 好… 卓, 送客了 再見, 博士… 各位請… 慢慢走 再見, 博士… 再見, 博士 好, 再見 博士, 隨便坐吧 博士, 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找到了… 找到了…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找到了… 少爺, 有黑道了 好, 不多行經了 找到了… 少爺, 袁博士來了 袁博士來了? 是啊 少爺, 換個衣服吧 我這次無媚拜訪真是太過失禮了 我是專程來回拜韋先生的 真是不敢當了 我知道這麼巧就跟了道徽雄長出去 他不能夠在家裡招呼你而致遺憾 又這麼巧吧 是啊 對了, 你們上海市的太太們 都喜歡打麻將, 蕭血香 是啊 你真是沒有禮貌 是誰 來…我猜猜是誰 是不是偉先生回來了 你猜錯了 好, 那是誰, 看看 原來是你 你說我多笨 整天都是這麼白眼的 見到博士還不謝博士對你的救命之恩 各位的事還提來幹甚麼 其實又不是我救你, 是你救他 他們啊, 常常說你神神秘秘 哈華, 又試亂說話 快進去看看姐姐怎麼做不出來 你別怪他 小朋友說話真的沒得分傳 一天都是他爹, 還壞他 不是, 我說他聰明伶俐就是真的 逢是這麼聰明伶俐的小孩 當然是這樣的 你看他, 行藏舉止與別不同 對了, 博士, 你稱讚他 快進去看看姐姐怎麼做不出來 我真的每天都沒有他收 我這位大小姐, 做甚麼都摸過人 真的 阿翔 阿翔, 聽說你爸爸很想你交給翁世昌 阿翔 為甚麼你不嘗試反對 我怎麼反對呢 跟他沒有人敢反對他們 那我們怎麼樣 難道就這麼拖下去了 你別這麼說了 你不見我現在不是一直拖延過頭婚事嗎 阿翔 我們一定有辦法去解決 九姐, 九姐 你快走, 華仔快來的 如果被他見到你就大件事了 那我們什麼時候再見 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有空就出來見你了 你笑什麼? 我穿了穿高人衣服這麼可愛 還好說, 別是為了你 對了, 美夫人 你還有一位簽金, 是嗎? 是, 是我外子前妻生的 現在已經很大了 真是假的 大小姐是... 你真沒規矩亂說話 不過也是的, 他真的好像啞的一樣 整天聲音都不出 時常都會懶憂鬱 又是馬尾山不錯, 就像苦瓜乾一樣 停, 怎麼出來不叫聲人?過來 博士, 我大女兒, 韋婷 博士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找不定點的 合道羅賓湯 合道? 合道就是賊的意思 我像賊嗎? 又是亂說話 偉小姐, 我們好像在哪裡見過面 不是吧?我們全家人一向都很少出街 尤其是我女兒... 慢著, 讓我想想 不應該在上海 你們以前有沒有去過杭州? 杭州?有 沒有, 先兩年我們每次都去的 醫生說他的肺不是很好 我們就跟他去那邊休息一下 那就一點都沒有錯了 就在杭州見過你們 不僅見過葦小姐 葦夫人和葦公子都見過 沒理由的, 如果我們是見過的 有甚麼可能完全想不起呢? 樓外樓你們有沒有去過? 有, 我們每次遊園湖 就去那裡吃晚飯了 就是了, 我們就在那裡見過面 我還記得有一天, 那天天氣很熱 對不對, 對, 說什麼 我們有一天, 那天就要去哪一段影片 在家裡吧 在家裡拿出爛祥的 一天, 那天, 你們讓我看到 一天, 那天都會出去 你再去那裡 吧 你感覺到你 有, 我旅行, 而且這樣子 我已經重新說, 我要走 到待會兒 你已經重新說最深信 是三、四、三、四、三、四、四、三、四,三、四 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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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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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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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四... 若醒了 這位先生一定是醫生來的 麻煩你給我女兒開藥草 要多少錢不要緊,我可以給你 雕重小記何足掛錢,平時沒事 你沒事吧? 因為我不是大夫 所以不能夠開藥科 小丹, 到底我女兒是甚麼病? 寒熱症, 不過已經止了 讓我大夫開點藥, 你喝了沒事 原來你就是那個醫生 世界上的事真是巧合 想不到現在我們又成了朋友 我明不是醫生 我只不過對藥物學和自然科學 有很濃厚的興趣 對了, 婷, 這個時間爺爺剛吃飯了 你過去服侍他吃飯 跟姐姐過去看看爺爺 米家有紅薑的食材 又試亂說話 回上樓 再這麼晚, 待會博士走了之後 我就打你 好, 待會兒 對了, 大小姐從杭州回來之後 身體好一點 說起來真是怪了 先兩年她的身體的確是很弱的 搭廚這兩年她的身體好很多 不知道關不關事 聞了博士你那種藥 夫人, 請你不要怪我邀功 實在的確是跟我的藥物有關的 我想起了 那次我們撞車, 我兒子還沒暈倒 後來博士你就給了一種紅色的藥水去聞 聞了之後他就醒了 博士你一定是有很多很奧妙的藥方 是不是?這些改個了不起的藥物專家 為甚麼你不圓胡濟勢呢 我研究藥物學不是要來救人 我只是為了興趣 在西方國家 他認為藥物學是科學的範圍之內 他就像文學那樣需要想像力 也像代數的方程式那樣可以還原 如果你肯精心研究的話 你會發覺藥物學是世界上 最奧妙的一種學物 說起來真乖 其實我從小到大 對於植物都很感興趣 尤其是草藥 可惜我是女兒 我爹曾經跟我說過 如果我是兒子的話 他一定會栽培我成為一個醫生 以夫人你博學多才 在中國的女性之中實在很少見 但是如果把我比起博士來說 我實在一無所知 我之所以喜歡研究藥物學 我就是覺得他富有哲學的意味 由於藥物的使用 就說明一個全國民族的整個歷史 藥物跟科學一樣 可以防身, 亦可以抗敵 每一樣東西都有他的正面和反面 譬如有一種毒藥 他可以毒死人 但是如果你適量去用 他可以起死回生 譬如你技術高超, 控制有術的話 他就會變成魔術師手上的工具 魔術師要他怎麼樣, 他就會怎麼樣 其實霍氏現在你的技術 好像到了魔術師的地步 你還有一種藝術 我只是盡我最大的努力 剛才你提的那種毒藥, 我不太明白 我就是說, 毒藥不一定有害 而且一個慣用毒藥的人 對他根本一點用處都沒有 那要多久才能夠叫習慣用那種毒藥呢 我們常常這麼說 好像在說天方夜譚似的 很簡單, 譬如木撇精 木撇精就是木撇的皮和果實提煉而成 你按日每天加量每天加量吃下去 當你習慣了之後 在一瓶水裡落了木撇精 人家喝了會死 可是你喝了, 只是覺得有一點不舒服 一點害處都沒有 那要多久才是...叫做適應那種毒藥呢 最少要一個月 實在太可怕了 那算甚麼呢? 你有沒有聽過託法拉藥水的? 沒有, 或許你解釋一下, 讓我學一下 這個藥荒在歐洲已經失傳了 我是從一個神父得來的 藥性是很劇烈的 最可怕的是他殺了人之後 有一點痕跡都沒有 這種毒藥實在太可怕了 對, 不應該用毒藥兩個字 是妙藥 妙藥? 也可以說是良藥 我跟神父發現他良性的一方面 可以起死回生 也是一種很奇妙的鎮定劑 不是, 我每天都要用它 不然我就會失眠 就是...就是你用來救過我兒子的 紅色的浴水 你用一點就可以起死回生 如果用多一點就可以殺人 適用的話就是一種鎮定劑 是嗎? 其實...其實我本身都有很重的神經衰弱 很多時候我都頭暈眼花 或者是無法呼吸的 是嗎? 李醫生他有開那種藥丸給我 藥丸?一個人暈了怎麼吃到藥丸 就是, 藥丸當然沒有你自製那種藥水那麼好 不過我知道這種是你的秘方 你... 是, 的確是我的秘密 不過我可以送給你 真的? 是, 但是你一定要很小心地用 因為這種藥丸放在食物裡是無色無味的 我一定會很小心用 我相信我有了它, 一定會高枕無憂 好了, 我都打擾很久了, 我要告辭了 博士, 那個藥丸... 我開好之後派人送給你 好, 對了, 今天是你第一天來卸下 如果我留你在這裡吃晚飯 你一定不會推薦的 那真是太有巧了 我答應了陪我女朋友去共舞台那裡看 廣東的名寧《涉角仙》 做那套叫做《胡不歸為妻》 我也聽過杜夫人她說她今晚都會去看 可惜我三不喜歡應酬, 真的少了很多樂趣 好, 韋先生是一個證人君子 胡師傅, 夫人在樓上 好 師傅, 我帶你上去看 謝謝 請坐 胡師傅, 請坐 進來 夫人, 胡師父來了 夫人 不是說今天不練的嗎?他們沒通知你嗎? 沒有, 他們說夫人還在等著我 我在等著羅先生在法文圖 因為最近常常見法國人 但是我當然說得不好 那我明天先去吧 那你既然來到, 就練一下吧 好 是呀, 谷, 如果羅先生來了 你就請他上來吧 好 來回舊歌吧 好啊… 是呀, 師父 我這兩天的喉嚨都不舒服 不如過兩天再練吧 好啊, 你多點休息吧 好啊, 謝謝你 別吸煙了, 天氣好乾燥 阿谷, 叫司機來送師父回去 好啊 請 謝謝 好啊 正經上課 今天應該說到第幾課 昨天給你們的功課做完了沒有? 有沒有問題? 沒有做到, 怎麼樣? 是不是要罰我? 喂 對老師不可以這麼放肆 老師你也敢欺負? 好啊 好啊 對了, 有什麼新消息? 阿國才今天一早就問我有沒有發夢 發夢? 他真是厲害 發什麼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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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誰? 你有些東西給我們夫人, 是不是? 你早點說話吧 交給我 不不不… 你們在這裡裝傻的 那你們幹甚麼?你不能進去 走啊… 你們幹甚麼?這麼吵 你嗎? 救命一人來 阿媽 你在這裡等一會 阿媽 阿媽 甚麼事你叫他這麼吵? 阿媽 阿媽 阿道士的小雅來了 快請他進來 你一會兒來 我們夫人 隨便坐吧 花仔, 掙茶阿芳 謝謝 坐吧… 那我也不留你了 慢慢走, 送客 你以為我們從這條路一直去 會去到哪兒了? 當室路不是好玩的 那我們儘管嘗試當室路一次吧 說來幹甚麼?對你有沒有幫助 逃避, 忍受 逃避總比忍受我多 忍受甚麼? 忍受我爸爸媽媽 還有錢, 錢, 錢 如果我再不走 還要忍受成人太太 你就知道我最討厭這件事了 到時候悶都悶死我了 我父母對你的婚事吹得很緊嗎?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一向都不知道他們在打算甚麼 有甚麼理由我自己的事 要由他們來決定才行 只是這件事, 我已經夠不奮氣了 哪個女孩不是這樣 尤其是你的名門歸秀 我喜歡四圍流浪 海虎天空無區無出又還騙 好似你這樣就不錯 我?有甚麼好? 寄人離客 你千萬別這麼說 你有前途怎麼算是叫人離開 而且又是我好朋友 又是鋼琴老師 你會像我這樣 我真的甚麼都沒有了 有...有甚麼?野心 而且還不安於失 稀有此理, 不安於失 你別走 你別走, 我就追了你 稀有此理, 稀有此理 有心有事 雖然有此理 有心有事 你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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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滾滾長江, 東誓水 浪花逃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道夕陽空 進來吧 少爺, 有位黎漢光先生找你 你先出去 誰是黎漢光 就是黎少江的弟弟 他呀, 他不是上海很著名的花花公子 是呀 他來找你幹甚麼 不知道, 我去看看 漢光 天使兄, 這次真的要你幫忙才行 有甚麼事這麼急?坐下 春風滿面, 行桃花運 真的嗎? 是也好 我想你介紹一個美女給我認識 我介紹女子給你認識? 你真是開玩笑 誰不知道你是這裡 鼎鼎大名的花花公子 要我介紹女子? 不是, 這個美女是你認識的 我認識的? 我知道了, 我的價錢給你認識 沒所謂 你最好是娶她當老婆 誰?你說來聽聽 先坐下 道遠琴 你又來了? 經常把人家小姐開玩笑 人家有哪方面配不起你 身在福中不知福 可惜沒有緣 天使, 別說那些了 言歸正傳 我要你介紹的就是蔡夫人 蔡夫人? 今天在跑馬廳我驚雄一片 真是使我不生難忘 如果能夠一親香窄 的確是不枉此生 幫幫忙吧 其實蔡夫人是不用介紹的 他很好客的 時時都高頻滿座 而你是一個名門望族 只要你把大明一說出來 他一定受寵若驚的 你肯不肯介紹的? 或者這樣 叫你大哥邵光做介紹人 他不肯做這種事 這位是鼎鼎大明的黎二少 如果我沒猜錯 這位一定是黎漢光先生 是嗎? 不敢不敢 害羞 兩位隨便坐 不如玩玩牌吧 沒興趣嗎? 那隨便坐 我稍後回來陪你們聊天 今晚一樣試試吃便飯 你去招呼你的朋友 我們自己在這裡就可以了 夫人 不過千萬別說去到無影無蹤就行了 隨便坐 好 天師 那你幫我招呼黎先生吧 好 失陪一下 你們好大 你們好大 你們別走 當然跟著去 對了, 你來了 來看看 是不是 這樣嗎? 這樣嗎? 怎麼樣? 大 怎麼樣? 今天這場馬真是邪 爆冷不出奇 但是你會跑出 不完全沒見過那個馬 還有那個騎師 我懷疑他是小孩子 說不定是豬魚 你說那場賽事真是刺激了 中途殺出了個神童 看著一匹很漂亮的白馬 不斷衝上來 初初過了南霸天 後來過了衝天跑 去了終點 過了三個馬位 簡直太精彩了 這隻這麼神秘的馬和騎師 難道沒有名字? 有 騎師叫做綠吉 那隻馬叫做萬八 賽前根本沒有人注意這兩隻馬 不過好像從天而降 誰知道他們這樣 就得到騎士俱樂部的金杯獎 這個世界真是無奇不有 是啊 難道就是查不出誰是馬主嗎? 我剛才打電話去查過 不過每個人都說不知道 我真的很想認識這個馬主 我就知道誰是馬主 你想不想蔡夫人過來? 當然想, 還要問 等一下 蔡夫人 蔡夫人 我知道誰是神秘馬主 我? 我不是太相信 我真的不明白 你們怎麼個個都這麼好奇 誰是馬主有甚麼關係 以前又不是說沒出過冷門 這場賽事怎麼不同? 真是很精彩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 一隻很漂亮的白馬 還有一個騎士 夫人, 我也是剛剛從跑馬廳回來的 我沒有給那隻白馬吸引 是嗎? 那你真是無動於衷 不過我給另外一個景象吸引 我看不到就真的 一個豐華絕代的女人 不過, 我認為 應該沒甚麼比這隻白馬 還有這個騎士更加有吸引力 這些只是見仁見智 那真是我榮幸 天賜, 你剛才不是說過 不過, 你知道誰是馬子 那老朋友的份上 可不可以告訴我 誰是馬子 夫人 有人送這個東西給你 我以前的那個女人 我收起來了 是馬子, 蔡風人遺傳 白馬主人敬陣 為甚麼會這樣 我知道了, 一定是她 誰 如果你想見到她 今晚去共舞台看電影 我想黎先生一定會為你一個包商 真是詭計多端 請問娘親何時到來 下意精明 會應路轉 阿平, 你不用哄我了 你當然是怪媽媽來得早 但是你剛才說過甚麼說話 你說來了一會兒 你現在來了足足已經四更天了 何何時坐堂前 少許你怨恨不氣 怨恨不氣 娘親任何教導 不怕直言 想說現在大的人來 沒被人拿到你家屍回去 因為想省一筆的屋中錢 大師父 羅叔敵嘛, 蔡神惹了秘書 你怎麼出來的 林天賜他們都來了 是嗎 真是壞 不想見我的偏偏來了 我真是不明白 為甚麼你對杜小姐這麼反感 其實她簡直是厭而逃離 不過冷藥冰箱呢 我又喜歡一些溫柔的女孩子 如果她可以減少一些花木環 去作風就好了 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孩子 不過不是一個好妻子 無論 貞子 我想你現在可以告訴我 誰是馬主 來 現在還沒到, 等一會兒去 你經常哄我, 避免殘忍一點 其實你也見過她 你說她是殭屍那個 袁博士, 為甚麼她送個金杯給我 因為她有送禮狂 但為甚麼你們這麼肯定是她 從一貫的作風來推測 不怕 你看不記得 還有綠吉和萬巴兩個名字 在杭州的時候 她不是在強盜綠吉手上把我扣出來嗎 那真的行嗎 那她一定知道是我叫她殭屍的 現在還收她這麼大的禮 真是不好意思 那她說 半輩我家絕 你快聲執拾 那行妝 來到就是世典 來到就是世典 我婆婆有名字遵循 呼你無辱再掛臉 愛我十巧妝 不敢多留戀多 某我 阿平你快回應 阿媽自然有分寸 你無須的水水滔滔 你立即就回應轉回 贏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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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也快點 一聲珍重 連武都犯了 嚇嚇嚇嚇嚇 還望池武保重金河 快點 那小姐是誰 太美了 好像外國電影的公主 身上的珠寶 給我值幾萬人了 怎麼還有家室的 好, 這是她名義上的契女 那實際上 還用問的 走開一點, 走開一點 走開一點 婆婆 羅憲竟然是好行蹤 請求婆婆, 警察 對了, 你們一個而個 幫忙搬家師車 所有的東西都要搬清 但是只剩下她的衣服 你們就不用陪她 這次真的走不了 請哄一下未來外母 隨便坐吧 杜夫人, 杜小姐 坐 我 阿春桃, 過來 阿夫人現在分手 杜夫人, 杜夫人對博士的來歷很有興趣 她對我問這問, 問得我都口口口口 沒得回答她 你跟博士老朋友一點 你當然回答她吧 杜夫人, 你有甚麼吩咐 好 天使, 屋子究竟有什麼事 你看她身邊的小姐 帶著珠光保護 媽媽, 這些問題 不應該在這場地討論 天使, 你可不可以請她過來坐下 好, 我試試吧 好 那個小姐真的好像鑽石人一樣 好漂亮, 真漂亮 她大小姐更漂亮 好漂亮 夫人, 很難得你在公眾場所露營 今天真是幸福 天啊 呢, �營 天啊, 你行呀 殺我伯父, 賣我老婆, 都是你 你怎麼了? 怎麼了?